联想拯救者Y7000曾经是联想在国内最知名的游戏本产品 但可能是G5000的出现占据了它所在的位置 去年联想并没有更新这个系列的配置 直到今年的6月 这款经典型号才悄悄上架 割了一代之后 这台机器又有什么变化呢?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看吧 先来看一下配置 CPU是N-1代的型号 i7-1360HX 14核心20线程 显卡是RTX4060 最大功耗140W 内存是两个12GB组成的双通道 一共是24GB 频率是DDR5 4800MHz 舞台硬盘是一连AM6B1 屏幕是老款的15.6英寸1080P分辨率 100%sRGB色与144Hz刷新率的IPS面板 目前京都的参考售价是6999元 Y7000-2024用的是去年的R7000 前年的Y7000P的模具 所以说在外观方面 这几台机器基本长一个样 A面采用的是金属材质 左上角是Legend的logo 右下角是Lenovo的名牌 视线来到C面 上方是开机键 指示灯同时可以显示当前机器所在的性能档位 键盘依旧是经典的拯救者布局 键帽从最老款的黑色换成了灰色 跟机身的一体性更高一些 另外Copilot键已经加入了新款的拯救者之中 在Y7000上替代了右边的Ctrl键 不过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功能 触控板整体的手感中规中矩 B面是一块15.6英寸的屏幕 下边框接近两指宽 看习惯了其他窄边框的游戏本 再看它确实有些不适应 地面依旧是粗颗粒的磨砂 风扇跟核心对应的位置做了进风开孔 形成风道 增加了通风效率 接口方面机身右侧是一个USB-A 电控摄像头开关和3.5mm耳麦孔 后方接口比较多 依次是千兆RJ45网口 全功能10G的USB-C HDMI 2.1 两个USB-A 左侧有一个10G速率的USB-C口 整体的接口种类比较丰富 但需要提醒一下 要实现140W的PD充电 5i7000必须搭配今年新款的C170使用 老款的C140是不兼容的 厚度方面机身实测21.6-24.5mm 重量2.33kg 标准体型 从外观上来看 5i7000用的还是令人熟悉的配方 基本上没有做太大的感动 5i7000用的是一块15.6英寸1080P分辨率 144Hz刷新率的IPS面板 这个面板在去年R7000上也见到过相同的规格 厂商来自友达 实测色域容积104.8的sRGB 色域覆盖98.4的sRGB 色准平均DeltaE1.43最大2.66 实测最大亮度312nit 响应时间方面黑白18.1ms 灰接23.9ms 这块面板大概是5年前主流电竞屏的平均水平 来看一下CPU方面 i7-13650HX是今年比较常见的N-1代处理器 幸运的是它采用的也是B0布景 所以说在游戏性能方面 跟最新的14代酷睿相比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 6加8的规格保证了一定的基础性能 在Cinebench 23循环中 Y7000的成绩在17700-19400分之间波动 功耗方面 首轮会先跑到140W 撞到温度强之后下滑至115W附近 后续则是平均保持在90W左右 比较保守 结合温度来看 和G5000对比 功耗低了5W 温度略低一些 推测两台机器的CPU散热规格是接近的 单线程方面 R23单核成绩比G5000高 接近基准的成绩 显卡方面 RTX4060最大功耗是140W 用的是三星颗粒显存 在BIOS内开启GPU Overclocking之后 核心会自动超频50MHz 生效45MHz 显存超50MHz 在1.01V的最大电压下 对应的核心频率为2610MHz 实测3DMark表现接近于基准成绩 会比我们测试过的G5000略低 看完了理论测试下面来看一下游戏 这台电脑在1080P分辨率下 4060带大型单机基本上没有太大压力 除了极个别场景 大部分特效全开都能满足在基准测试里 跑到流畅的帧率 论坛里有相当一部分网友崇尚1080P分辨率 原因也在于保证帧数 原人以为Y7000在单机游戏里的表现要略低一些 但实际上性能表现跟其他4060机型非常接近 只能说都是4060 只能拉不开差距 网游部分的表现 Y7000跟G5000的帧数差不多 CX2和FF14比7435H的蛟龙要强出不少 整体略低于1460HX的成绩 生产力方面得益于默认双通道的内存 PS性能要比G5000高 PR的表现则和一众4060机型接近 24G内存相比单个16G会在生产力方面有一定提升 OK 看完了测试部分下面就用拆机环节 Y7000的拆检并不复杂 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即可取下后盖 整机的内部布局跟2023款的R7000比较接近 比较特别的是左侧原本设计的机械硬盘位 目前已经不再使用了 另外网卡用的是小螃蟹8852BE 不支持160Hz的频宽 值得一提的是内存 由于13650HX的官标频率是4800MHz 因此这台电脑搭载的就是这个规格的内存条 容量是12G×2等于24G 实测数据如图 性能跟8×2接近 要低于16×2的满血规格 不过从容量大小和升级难度来看 预装24G基本够用 充多到的性能会比单跟16G要好 到手就可以直接用了 其他各个部件的性能表现我们整理成了表格 大家可以参考 最后是散热 Y7000采用了经典的四热管加双风扇的散热模组 其中一根用于显存散热 我们通过压力测试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 室温25时度开启超能模式 单烤FPU 13650HX稳定在90W 86度 3.7-3.1GHz 单烤显卡4060稳定在140W 86.5度接近撞墙 频率2355MHz 双烤CPU加GPU可以跑到36-134总计170W CPU由于功耗分配温度比较低 但烤漆过程中会出现波动 CPU功耗上升后撞墙会回到35W附近如此往复 表明温度方面键盘最高温出现在了右侧核心区域附近44.8度 WASD和左侧长右区域温度不高 噪音方面在超能模式下烤机噪音为59.2分贝 但如果追求安静的话就不建议用这个模式了 好的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各位对于这台新的Y7000也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CENTAQ缺点供各位参考 Y70002024有最便宜的拯救者的称号 相比自家的小弟G5000 这台电脑得到的关照实在是太少了 没有新型的内吹设计 没有高分辨率的屏幕 甚至网卡都要被再砍一刀 太可怜了 相比G5000 它的外壳质感好了一档 散热马马虎虎过得去 性能没啥问题 拯救者保留了键盘键位和接口这两个优势 相比其他同定位的产品 这两个点能满足很大部分人的刚需 从价格上来看 这台电脑的性价比依旧有提升空间 联想这些年在入门级市场的布局新品不多 个人认为6000左右的价位仍然是今年笔电购机的主流预算 如果在这个区间能突出重围 带来一些令人惊喜的爆品 相信联想还会有机会赢得用户的好口碑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给我们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接下来我们爱本心得 帮助于电脑小白 这是比较平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